大家好 我是美食水位千千 今天看到這場你們就知道 我們又要來炸廚房了 但是今天不一樣 今天我們有一個非常棘手 等一下 今天有一個非常棘手的東西 我相信今天棘手的東西 應該也是非常多人會害怕的東西 那就是 就是我們的榴槤です 就是我們的榴槤です 前陣子 鳳梨酥也在出榴槤口味的東西 以及連披薩也出了榴槤口味 身為一個榴槤愛好者 在季節過去之前 當然也要來吃一下榴槤 但你們一定以為我是直接吃對不對 但不是 今天要來做 炸榴槤 Ice Cream冰淇淋 Go 這個簡單 這個一撥就開 哇 就說什麼榴槤冰淇淋 直接吃就好啦 哇 這顆也太大了吧 哇 哇 哇 這個超大耶 這小聲音耶 這怎麼每一個都這麼大呢 好棒喔 很怕被堵到 哇 很重 我是有怕榴槤啊 所以現在你沒關係 沒事吧 好棒喔 我覺得 因為你真的被炸到 你會擋兇 我沒有開著到底要怎麼切 哇 終於打開了 接下來我們要來去紙了 皆さん 去紙的湯 你知道為什麼我今天要穿雕帶嗎 因為呢 我為了配合我今天戴帽子 為什麼要戴帽子呢 因為我的頭現在很油 我手洗得很乾淨 各位 接下來我要把紙挖出來 接下來要把它打成泥 我看 這真的是 這打成你這個氣味耶 OMG 身為一個喜歡吃榴槤的人 這個味道真的抽到很會苦耶 一般的那一個人接受的味道嗎 OMG Unbelievable耶 我以後不敢說我喜歡吃榴槤 我之前應該要戴口罩 我已經帶榴槤 榴槤泥完成了 這不要近拍 這看起來有點可怕 接下來我們就來壓吐司了 也要炸東西 我覺得我室友又要崩潰了 而且我很怕噴到我自己吃完酒 我先做好保護措施 要維持180度以上的那個溫度 它才不會稀喔 知道嗎 皆さん 好 完成 完成 完成啦 終於 我跟你說 剛剛花了超多時間在擺盤 因為我覺得整個擺畫面上 看起來都不是很好看 所以到最後就想說 那就這樣擺好了 這樣有沒有很像就是 旁邊是一顆榴槤 這個是銅鑼燒 你們聽這聲音 有沒有聽起來很脆的感覺 我們來看一下撕開的樣子 有沒有非常的療癒 怎麼樣這個 其實炸完之後味道沒有那麼臭耶 不知道吃下去的味道怎麼樣 我是不是非常的期待 看到這場景就知道你被X了 每一次地獄廚房炸東西 或是直播吃東西的時候 那一些重苦味的味道 總是會讓我覺得肉糧三日 尤其是現在空氣的品質越來越差 俗稱隱形的健康殺手啊 使用空氣清淨機呢 可以讓空氣品質變好 而且減少油煙味 異味以及過濾髒空氣 而且很安靜又很省電 手機APP內建感應器 自動偵測室內外的 室內外的空氣品質 280i呢 可以放在8到13坪的客廳空間 舊椰食呢 可以放5到8坪的房間 千千呢 可以放在很多食物的房間 對 這題外話 有沒有看到 過了一個晚上之後 空氣品質就變好了 但我頭髮可能不能太靠近 不然它等一下空氣品質又會變差 不 好吃 一個畫面回來 東西都放好了 自己是XX吧 我覺得炸完之後喝醬耶 而且我跟你說 你可以先放到冰箱裡面 然後它的那個 裡面的榴槤就是有點冰冰的 然後外面這種麵包就酥酥脆脆 其實也很好吃 可是因為我自己實在是 你知道搞很久有點餓 所以就很想吃吃看 但我必須要說 我個人很喜歡吃榴槤 但榴槤一次處理這麼多 真的是臭到爆炸 我很久了頭很暈 然後又炸的東西 整個油煙味 我就覺得天啊 崩潰 1 2 3 4 內斤的四個小時 我終於知道它了 你們敢吃榴槤嗎 你們會不會覺得 這是一個很有味道的影片 你看 爆漿的感覺 大家其實可以加起司 因為呢 我這一次吃的那個 榴槤披薩 我發現榴槤跟起司超搭 所以其實我覺得你們裡面加那個起司 我覺得完全不會奇怪 所以大家有興趣可以試試看 波波影片播的時候還沒有榴槤耶 大家等我一下 不過這吐司看起來沒有很多 它其實也是用了四袋 4.5袋耶 大家有沒有覺得今年榴槤特別貴 我之前在買榴槤的時候 覺得比往年貴很多耶 以前都不覺得榴槤那麼貴 而且我在買這種 生的榴槤之前呢 其實我買過一次冷凍的榴槤 然後我記得我買300多塊 裡面就只有四個那個榴槤 而且都小小的 就是冷凍榴槤超貴 這好像銅鑼燒喔 這個如果哆啦A夢 以為是銅鑼燒咬下去應該會生氣 就… 然後就是這麼可惡 但是我有加熱說的 然後就嘛 一把瓶的榴槤 都可以和它裡更加一倍 在這裡 看起來 這還是要是重量的 我讓我知道 你沒多感受到 那我就要別人 溫度了 還沒了 那是 我以身幫大家試榴槤煉爐 他們不是好朋友 榴槤萬返 榴槤飄來山區 請相信我的心存真不往昔 還有榴槤 有生之年 下路相逢 終不難熄滅 而且王妃會難過 大家榴槤喜歡吃冷凍還是喜歡吃冷藏的啊 我個人呢 比較喜歡吃冷凍的 但是我喜歡吃冷凍有一點點退冰的感覺 因為完全冷凍的時候其實吃不太到榴槤的香味 要有一點點退冰的時候 它味道是最好的 但是我跟你說 榴槤它其實有一個缺點 就是如果你們家裡面 有人不吃榴槤 你就不能買了 你知道為什麼嗎 因為如果你沒有當下把那些榴槤吃完的時候 它冰到冰箱裡面 整個冰箱都是你的榴槤味 終於來到我們的最後一個囉 你知道為什麼要留它當最後一個嗎 因為它是炸的我覺得比較酥脆的 剛剛有幾個我覺得炸的比較沒有那麼久 它咬起來那個烤烤烤的口感 有個 我覺得我現在從裡到外 都散發出一種榴槤的味道 最後一口 這是一個微笑 Cheese Cheese 吃完了 我只能說今天的炸榴槤冰箱 其實本來其實應該是要你先拿進去冰箱 之後再丟下去炸 其實會有炸榴槤冰箱的感覺 但我覺得很順勢的就一路就直接做完了 如果你是要直接丟下去炸的話 我還滿推薦大家裡面可以加那個 起司吃吃看的 因為那個榴槤披薩啊 其實上面不是淋那個乳酪絲嗎 就是起司 我跟妳講真的超級無敵 可以好吃 可是我幫我影片推出的時候 榴槤你們還買不買得到耶 希望你們不敢榴槤的人 有把這部影片看完 然後今天的影片就要真的 非常感謝大家看我們的影片 榴槤少女下台主公 是榴槤刺的意思 Bye Bye 終於打開了